二二五七年的月球,几座超巨型采掘机耸立在平原 跟他们比起来,月球车渺小像玩具 他们满载货物正是像一个巨型穹顶 那里是月球采矿殖民地繁忙拥挤,全是工人 七分钟后,又一波流行雨即将来袭 殖民地侦测到危险,已经封锁整个穹顶区 男孩珈乐趁着混乱正跟朋友们盗窃月球车 为啥要投车呢? 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波马 今天为大家介绍电影《月球奇幻旅》 珈乐的母亲死得早,靠父亲养大 可前这儿,父亲也在工作时意外死亡 矿场女高管把珈乐喊到办公室,跟她洽谈补偿 按照合同,每个工人在矿场训职之后 家人都能免费移民到欧米加行 那是一颗遥远的宜居星球 环境洁净,人烟稀少,是有钱人的天堂 几天后,附近会有一艘运输船起飞 那时珈乐就可以上路了 可珈乐脸上非但没有效益 还反问能否拒绝 因为飞去欧米加行要用75年 他必须全程休眠 等他醒来,现有的朋友全都老死 好孤单 老板等他意思 但这项福利是强制性的 没法拒绝,也没人拒绝过 毕竟所有矿工在月球工作几十年 就是为让家人移民欧米加 他希望珈乐接受现实,也任性了 珈乐闷闷不乐坐上高处的通风馆,遥望低平线 父亲在世时,他俩就在这儿坐过 当时呢,父亲在地图上指着一个月坑 说他跟珈乐妈妈谈对象时 就经常溜进那玩儿 那里不为人知,美妙绝伦 父亲并不说月坑里有啥好东西 只承诺等珈乐长大 就带他去月坑观光 珈乐思绪回到现实满心不甘 因为父亲直到死也没有履行那个承诺 现在他要远去欧米加行 想去月坑也没机会了 在珈乐懊恼时 三位小伙伴逐个来看他 如果只能用两个字形容他们 我愿意用正确 他们正好白黑黄凑齐了 一比一比一 以后呢就叫白地黑地黄地了 三个地一起商量 都认为珈乐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能去月坑看看 幸好离起飞还有三天来得及 至于怎么去呢 偷辆月球车就可以 四个男孩开始策划方案 要偷车先得搞到车库密码 有个女孩叫地球妹刚从地球来 她父母是科学家 所以呢她有车库密码 大家把她拉进小队开始偷车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片头这一幕 孩子们怕金鱼球车 而旁传来穹顶警报声 由于流行雨来袭 穹顶将在三分钟后封锁 再不走没机会了 孩子们启动车辆冲出车库 为成年观众朋友们注意不要模仿 一来呢这是电影 二来他们学过专业知识 不懂乱开可是会出事的 车辆上路前途一望无际 加勒回想起父亲的话 旅行的意义不在终点 在于过程和同伴 当抵达终点 你会发生改变 这个改变的过程完全由你决定 这就是旅行的意义 孩子们连胆带脑 路过一片壮观基地 突然严肃 这里是运输船基地 三天后 加勒就要从这上天 他们陷入沉默 直到黑地的计时器 逼逼作响 他的心脏有大问题 必须定时吃药为吃 否则就会出事 黑地吃着药 车子又来到一片巨型建筑群 这是所有人前所未见的景象 加勒又想起父亲说过 很久很久以前 人类本想把月球打造成天堂 全民移居过来 然而后来他们发现了 欧米加星 所以原计划终止 月球留下很多烂尾楼 这就是其中之一 孩子们满怀遗憾 又深受震撼 地球上是不是 到处都有这样建筑 还有哪些新奇的 地球妹是唯一在地球呆过的 把风雨雷电水和大气 一一倒来 其他孩子羡慕坏了 他们在学校可没学过这些 只学过采集氦物质 学校只当他们是采矿工具人 让他们适时代代挖矿 这样呢 有钱人才有源源不断的能源 能去欧米加星潇洒 地球妹打断他们 怎么说适时代代挖矿呢 按照矿场契约 挖矿20年 就能全家移民欧米加星了呀 其他人说你有所不知 那只是文字概念 实际 不管迟到 请假 延无工期 只要有点小问题 工时就大幅延长 更离谱的是 负债还有紫长 比如说 父亲死时欠了六年工龄 儿子就要干二十加六年 可以说这就是合同诈骗 真正能移民的穷人 屈指可数 气氛有点沉重 家乐想想 不如下车玩会吧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 在裙顶外行走 月球的低重力 让地表如同蹦床 地球妹遥望地球 想起一项母星的 传统运动 蹦球 不过这种重力下 蹦球可不好玩 求一击飞上太空 游戏结束 男孩们想出 另一个刺激运动 氧气瓶飞天 玩家勋前抱着氧气瓶 往地面喷气 用推力 把自己送上天 他们也知道 这有飘到太空的风险 特意用缆绳拴着自己 这绳承重有几吨 牢不可破 地球妹本来觉得危险 但耐不住真相定律 反而第一个玩上了 男孩们看的眼馋 也跟着来 还玩得更大 那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皇帝在玩的时候 缆绳确实 老不可破 但他拽断了飞带 皇帝飞到天上 在氧气瓶推动下乱飞 按理说 关氧气瓶就行 但瓶太远 他够不着 快来人救驾 其他男孩也抱着氧气瓶上天 想把他抱下来 第一个没成功 第二三个 再上终于着陆 这下他们再也笑不出来 不光是因为全都摔残 更是因为这顿折筒 浪费大量氧气瓶 他们现有的氧气 甚至不够去月坑 更别提返航了 迦勒脑筋一转 不远处有座废弃的移民基地 以前矿工会去那儿拿补给 现在可能还剩点氧气 那就去那儿吧 移民基地一山而建 最初只有个小门 往里摸黑 赫然几个苍白人脸 其实那是模特 这里是样板房 高层最初想卖月球公寓 计划把美洞公寓建成这样 这里有卫生系统 摘下头盔也能呼吸 孩子们本来很喜欢这儿 后来想想 不对 这是高层花给底层人民的大饼呀 就像20年合同一样 本来可以实现 却从没实现过 去它的吧 孩子们彻底释放破坏欲 破坏大部分陈设 只有卫生系统除外 他们修整一夜 也从仓库里取走足量氧气 开车返回穷顶是够了 然而谁能想到 这车竟然没法再开了 毫无征兆的车子突然爬窝 他们只能步行 可现有的氧气 只够开车回穷顶 徒步的话就不够了 地球妹当地立断 发出遇难求救信号 当然了 穷顶救援队发现他们之后 会重罚他们 但至少能把他们救走 而且穷顶封锁着呢 救援队得等封锁结束才出发 在那之前 他们还可以去月坑 正好这里月坑不远 是徒步能到的距离 孩子们真蹦蹦跳跳上路 眼看月坑就在眼前 佳乐又回忆起 父亲的一个请求 他说 一旦自己发生什么意外 佳乐一定要去那个月坑看看 记住了 一定要在月坑里找一个小溪 他会在一道岔口 一分为二 你就去那个岔口 佳乐一头雾水 不明白父亲会出什么意外 小溪岔口又是个啥 父亲让他放心 以后会懂的 不知不觉间 月坑就在眼前 这里呢 又有个发光入口 大家顺那儿进去 进入一片地下大厅 可这里怎么啥都没有 就一棵枯树呢 地球妹见多识广 以前去过类似的怪房间 感觉墙上有蹊跷 于是一路敲过去 不出他所料 墙上果然有机关 打开时全息投影 光影突然变幻 空目逢春 朝阳升起 大厅 生机盎然 这就是地球的样子 就算只是平凡景象 对月球孩子也如同天堂 其他孩子都沉迷美景 佳乐却在回忆附近的叮嘱 河道一分为二 有个岔口 就这儿吧 他走了过去 全息影像产生bug 美景消散 地下显出一块暗砖 佳乐先开一看 里面是父母的幸福合照 还有母亲的骨灰 佳乐明白了父亲的谜语 他是想在死后 把自己的骨灰 跟母亲葬在一起 正好呢 佳乐一直戴着他的骨灰 于是放进骨灰 拿走合照 算是另一种纪念 白帝看他闷闷不乐 安慰说 父亲在天之灵 一定会欣慰的 可佳乐反而生气 说白帝完全是不懂 因为父亲 根本不是意外殉职 是蓄意自杀 父亲刚来月球时 觉得只要勤奋工作 全家都能移民 然而母亲生病 他又被迫请假 反而给佳乐留下了 几十年的劳动债务 相反 他只要殉职 就能给佳乐争取到补偿 他别无选择 只好故意寻死 假装出意外 白帝仍然鼓励佳乐 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 父亲所做一切 都是为了让你能够去 欧米加薪 我们也希望你能去 因为那是我们的愿望 希望你代替时间 佳乐正不知说啥 黑帝突然虚弱倒地 他的心脏又出了问题 药呢 都在月球车上 那就快去去吧 一行人爬回地表 已经降临炮火一样轰炸地表 事到如今 只能硬闯 男孩们拿出三人六足的镜头 狂奔到月球车 可回头一看 地球妹竟被流行雨吓到 躲进掩体 不敢动弹 白帝忍不住嘲笑 你咋这儿玩够没有 幻音刚落 他自己就被流行雨打晕 头盔也裂缝了 好在大家随身带着蜜蜂胶 沾巴沾巴 把他扛回月球车 大家治病的治病 修理的修理 车外流行雨继续 伤不到车 但是也让人没法出去 目前最大困难 不再是流行雨 而是氧气不足 孩子们只能寄希望 于地球妹发出的 遇难信号 或许穷顶区已经收到 救援队过会就到 他们疲备缺氧 相依沉睡 珈乐隐约看见照样生气 听见救援队的声音 但眼睛实在是睁不开 等到珈乐醒过来 已经在一片整洁环境中 护工恭喜他 顺利完成75年航程 已经抵达欧姆加兴 原来他昏睡之后 矿场直接把他送上了运输船 珈乐没法接受 刚才他还跟朋友们叙旧 现在竟然在外星 而朋友们大概已经老死 护工懂他的心思 送上一份录音 这是过去75年来 朋友们从月球陆续发来的 第一段录音是珈乐刚出发不久的 朋友们都很怀念他 再往后朋友们已经长成青年 求学相恋 白帝跟地球妹竟然成了一对 再往后大家已经工作 地球妹不断抗争 让矿场停止了合同欺骗 白帝也跟地球妹求婚 成亲生子一路白头 一切都在变好 而大家之所以改变呢 都是因为儿时那天 珈乐带他们走出穷顶 见到了世界可以有多美好 其实他们也在改变珈乐 珈乐听着他们的成就 满怀憧憬 再次踏上旅程 这趟旅程的名字叫人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粉丝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